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是好事 我刚才看到个新闻 他说有家人吃了鸡蛋之后 全家中毒 不是吧 不信吗 看一下 看片 最近有个新闻可就说了 沈阳一家三口白天吃了炒鸡蛋 半夜突然陆续出现了 呕吐腹泻发膏烧等症状 其中13岁的男孩小坤 在抢救室住了三天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人水恩 刚才的报道就说这一家人吃了炒鸡蛋之后 陆续出现了食物中毒的情况 而且他们13岁的小朋友 还因为这样住了三日圆 其实鸡蛋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经常吃的一种食物来的 如果说吃鸡蛋真的会导致食物中毒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中毒的风险呢 吃下口的东西是不可以任何有一些抹肚的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都开始展开了调查 究竟这家人吃的是什么鸡蛋呢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报道中说病人所吃的鸡蛋 和平时我们所吃的鸡蛋 唯一不同 就是蛋壳上面有一些兆斑点 而这家三口吃了炒鸡蛋之后 感染了三门事菌 在事件过后 开始就有传言说 这些三斑的鸡蛋就带有三门事菌的坏蛋 那是不是真的呢 原来导致一家三口中毒的元凶 居然是这个鸡蛋 传言就说这个鸡蛋是带有三门事菌的 那究竟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呢 传言变过查了再说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一一为你调查清楚 报道也都说了 一家三口因为鸡蛋变成三门事菌作怪 那才又阿又生 那这个三门事菌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呢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三门事菌属于肠道和细菌 包括那些能够引起食物中毒 肠胃炎 伤寒和负伤寒的细菌 三门事菌感染的主要症状是肠胃出现问题 常包括恶心 嘔吐腹泻 在免疫低下的人群里 如果被三门事菌感染 如果不及时服用矿刺素的话 会导致生命危险 中国蛋及其制品三门事菌 减出率为3.9%到43.7% 由于食蛋引起的暑伤寒病的病例 报告逐渐有增加的趋势 数据也都说明了 我们国家带有这个三门事菌的鸡蛋 是有四成机会这么多的 但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了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平时买鸡蛋的时候 可以容易分辨哪些鸡蛋是安全的 从而减少我们感染这个三门事菌的机会 但是我们不可以单单听这个传言 还是要靠科学的数据去验证一下 要求证传言的话 第一步不少得 就是拿到雀斑鸡蛋作为本质调查的样品 所以调查员马上出发 无求找到这个生雀斑的雀蛋 调查员取了第一站 就是超市了 好了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一间超市了 大家看到我面前真的很多鸡蛋 有我们最常见的红壳鸡蛋 还有白壳鸡蛋 那一间我就会在这堆鸡蛋里面 找这个雀斑鸡蛋 大家看到了 我连取养箱都准备好了 不说这么多 马上开始 要验证传言 首先的任务就是找出传言当中的雀斑鸡蛋 于是主持随机去到一间超市 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雀斑鸡蛋 瑞欣面对着这么多鸡蛋 还是静下心理 一个个仔细看 就是她好像遇到困难似的 虽然瑞欣在散装鸡蛋里面 没有找到传言当中所说的雀斑鸡蛋 但是不放弃的她 还是将合章的鸡蛋也都天天看过 试图要找到雀斑鸡蛋 不过事已愿意 她竟然一个几钟头反复查看 都没有发现有雀斑鸡蛋 找了这么久 无论是散装鸡蛋还是合装鸡蛋 都找过了 就差点把这些鸡蛋全部反转过来 还没找到这个雀斑鸡蛋 究竟这个雀斑鸡蛋是否真的存在 这个时候我绝对不可以灰心 如果我灰心的话 我就不是调查员了 我想虽然我没有在这里找到这个雀斑鸡蛋 但是我想如果这个雀斑鸡蛋真的存在的话 那一定会有人见到了 这个时候又需要我们街坊的帮忙了 这肯定是有人嘛 这有的时候那个市场上多少都不也有点 超市里头都还算是比较正常 没有啊 长斑鸡蛋不就鸡蛋吗 鸡蛋也会长斑鸡蛋吗 没有留意 不是很小 市场上都 那刚刚才有不少热心的街坊朋友 就跟我说了 他们是见过这种雀斑鸡蛋的 还说这种雀斑鸡蛋是确实存在的 他们就给了个提示我 说在菜市场可以经常见到这种鸡蛋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市场的 一间卖鸡蛋的档口了 我们立刻去找雀斑鸡蛋 哇 真的很多鸡蛋 我们看到除了刚才的这种红殼鸡蛋 还有白鸽鸡蛋 再看过来这边 哇 还有很小的这种初生蛋 旁边还有灰色的竹丝鸡蛋 究竟这个雀斑鸡蛋在哪里呢 不如我们问问我们的老板先 哈啰 老板 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一个 雀斑鸡蛋 这种吗 哇 真的啊 大家看到了 这个鸡蛋壳上面是真的有雀斑的 不是那些骚髒东西来的 实实在在的雀斑鸡蛋 哇 这么容易就找到 真是多得我们的街坊给了个提示给我们 谢谢 哇 今天真的有很大的收获了 大家看到我桌上的这五只 全部都是雀斑鸡蛋 除了有红颗鸡蛋 还有白颗鸡蛋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出来的 这个就是初生蛋 旁边这只就是灰色的竹丝鸡蛋 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个 没有斑点的鸡蛋 这个是普通的鸡蛋 作为空白的对照 究竟这个雀斑鸡蛋 是否真的导致食物中毒的坏蛋呢 这个收获是粉丝丹鸡蛋 是否有直接关系的呢 这个丹鸡蛋 还可不可以继续食的呢 基于种种的疑问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会把这五只鸡蛋 全部标上记号 然后一起送到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这一次检测研究专业检测 结果在24个小时之后就出来了 我们的结果就显示 在送几万六只鸡蛋当中 就有二号和三号样品是呈现阳性反应 而其他鸡蛋都是阴性反应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雀斑鸡蛋 都是大有三门事菌的 究竟这个鸡蛋壳上面的斑点 是否跟这个三门事菌有直接关系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的专家来解答的 这个说法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鸡蛋壳斑是鸡蛋壳以上的一个种表现来的 它是不是感染了三门事菌呢 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鸡蛋掌斑其实是有三个原因 一是鸡的输领管有严正 二是鸡本身的代謝出了问题 第三就是治疗可能都会导致鸡蛋受影响 这里里面除了第一种情况 会增加大菌的风险之外 其他品不会影响鸡蛋的品质 没有斑的鸡蛋也有可能会大菌 什么呢?没有生斑的鸡蛋都会带有三门事菌? 鸡蛋带菌是否跟养殖有关呢? 那我们又怎样才能买到安全蛋呢? 我们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是什么呢? 下次回来生活调查团继续为你一一调查 专家就说这些鸡蛋壳上面带有斑点 原因是有三个的 所以不一定说有这个三门事菌的 只可以说它是有带菌的可能性的 专家还提到没有斑点的鸡蛋 也都有可能带带这个三门事菌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鸡蛋 都是分不同养殖方式的 有这些农家仙鸡蛋 还有谷物蛋 还有土鸡蛋等等 这些看下去比较高档一点的鸡蛋 会不会安全一些呢? 鸡蛋中是不是带有致病的细菌呢? 跟养殖的方式是没关系的 有鸡蛋、走地鸡蛋等等 这些高档鸡蛋 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风险的 虽然不见得所有的鸡蛋 都被致病细菌污染 但是这种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鸡蛋中最上见的致病菌 就是三门事菌 污染鸡蛋之后是无声无味的 专家也都说了 我们是没办法靠鸡蛋的外表 来判断鸡蛋是否感染了三门事菌 听完专家的说话 难道我们要以后不吃鸡蛋 才可以确保自己不感染这个三门事菌? 但是据我所知一些家禽和肉类 都是它感染的主要传播媒介 我们没有理由连这些都不吃 那我们平时可以有什么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 三门事菌在外环境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 在水里面可以传媒2-3周 在糞便里面可以传媒1-2个月 在冰冻的土壤中生存是会得到半年 最适合的繁殖温度是37度 因此经常在夏季导致人类事物中倒 它对热的抵抗能力是不强的 我们可以通过烹饪煮熟它 就可以达到实菌的效果 哦 原来这个三门事菌都是有弱点的 就是它是很不耐热的 只要煮一下这个鸡蛋就万无一失了 但是说到这个煮鸡蛋了 我又有个问题了 平时煮鸡蛋要煮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安全的呢? 在很多人对鸡蛋 他们的追求都是半生熟的滑口状态 例如煎鸡蛋 他们会喜欢煎到一面稍微凝固 而蛋黄部分还处于半固体的状态 煮鸡蛋也是喜欢糖心的 究竟鸡蛋要煮到怎样的状态才可以完全安全呢? 我们又可不可以做到美味和安全兼聘呢? 下面我们开始实验 好了 大家看到我台上的四只鸡蛋 全部是经过检测之后 它们确定是有这个三门事菌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将它们分别用不同的时间去煮 然后再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看看它们煮到多成熟才没有这个三门事菌 最安全 好了 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鸡蛋 第一个鸡蛋我们就会用两分钟的时间 为了方便 我们之前已经备了这个保鲜膜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放入鸡蛋 好了 我们四只鸡蛋已经用了不同的时间去煮的了 第一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第二只用了四分钟的时间 第三只用了六分钟的 最后一只用了八分钟 我们现在就一一将它们打开来 看看它们里面的状态是怎样的 先看看第一个 好了 我们已经将第一只鸡蛋打开来的了 我们看到虽然它外面的蛋白 有些是凝固了 但是其他蛋白都是像液体那样的 而且它里面的蛋黄是完全没有熟的 完全是生的 我们看到整只蛋黄都可以倒出来这样的状态 好了 我们现在就看第二只鸡蛋 好了 第二只鸡蛋我们都成功打开了 我们看到第二只鸡蛋的蛋白 大部分已经熟了 我们看到凝固得比较多的 但是它里面的蛋黄 依然是跟第一只一样 是完全没有熟的 但总体来说是比第一只熟一点的 第三个我们先看看 好了 我们看到第三只鸡蛋 它们的蛋白是完全熟透的 加上它中间的蛋黄大部分都是熟了的 但是它外面还流了一点点液体出来 看来它并不是全部熟 大概都是七八成左右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第四只鸡蛋了 第四只鸡蛋我们用了八分钟的时间 那这只鸡蛋会不会是全部熟的呢 因为是从之前三个鸡蛋都是一样半三半熟的状态呢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 好了 我这只鸡蛋剥了少许三分之一 它就已经可以完全这样拿出来的了 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鸡蛋放进去先 那第四只鸡蛋相对于其他三只来说 它已经完全熟了的状态了 我们很清楚看到四只鸡蛋已经放在这里了 第一只鸡蛋它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看到它完全不熟的状态 第二只鸡蛋我们用了四分钟的时间 它大概是有三四成熟左右的 而第三只鸡蛋我们用了六分钟的时间 它大概是有七八成左右的 那这只鸡蛋也是大家最喜欢吃的糖心蛋 而第四只鸡蛋我们用了八分钟的时间 它的状态是完全熟了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将这四只鸡蛋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调查人将四个鸡蛋样品全部送到专业机构 再一次检测三门时菌 检测人员在拿到样品之后 一样舍对鸡蛋样品做预处理 再培养细菌24小时 结果显示之后煮了八分钟 完全熟透的鸡蛋是显示阴性反应 三门时菌在六十度之中 大概是十五到三十分钟左右 它就会杀死的了 而蛋黄的凝固温度大概是六十八度七十五度之间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可以将蛋黄的完全名乎 当作为鸡蛋熟透的药 从这次的试验结果来看 显然糖心蛋不可以有限灭菌 如果是喜欢吃本身熟鸡蛋的你们 刚刚撞上了被污染的鸡蛋 后果是不堪折想的 但我本身都很喜欢吃这个糖心蛋 但是听完专家的说话 我以后要注意一下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 喜欢吃糖心蛋的观众朋友 你们要解这个口印了 不要再吃这个半生熟的糖心蛋了 否则就会很容易导致你们食物中毒 其实专家还提到 大约百分之十的鸡蛋里面 是含有致病的三门氏菌 煤菌和寄生虫卵 如果鸡蛋不新鲜 带菌率就会更高 西瓜可以从母鸡卵巢直接进入鸡蛋 也可以在落蛋的时候 由肛门里面的细菌污染到蛋壳上面 更加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 再经蛋壳上面的气孔进入鸡蛋 其实鸡蛋在常温之下的保质期 只是半个月左右 现在夏天鸡蛋就更加容易变质 有些鸡蛋虽然表面上 没有什么明显的腐坏症状 但是它里面已经不够新鲜 如果吃了这样的鸡蛋 就会增加感染三门氏菌的风险 但是好像平时在市面上 买到的鸡蛋 因为它不是一生下来 就马上拿到市场销售 中间还不少得混书的过程 这段时间我们没办法估计的 不过我们也留意到 好像一些超市所买的合装鸡蛋 虽然它的包装上面 都会标明生产日期 但是就没办法可以知道 这个是鸡生蛋的日期 还是鸡蛋出厂的日期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知鸡蛋的新鲜度呢 好了 大家看到桌面上 已经放了四只鸡蛋了 这四只鸡蛋 有一只是新鲜的鸡蛋 有一只是放了一个星期的 还有一只是放了两个星期 至三个星期 还有一只是放了接近两个多月 差不多三个月的了 那我们从它们的外表上看 是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区别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征 可以让我知道它们之间的不同 加上又没有做什么技巧 那怎样去分辨它们 哪个新鲜哪个不新鲜的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 就知道了 同时我们都准备了 这个装了水的容器 那待会我将它 调成15%的盐水 好了 那我们现在 就拿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烧杯 然后将这个盐水倒300毫升 随恩将调好的盐水 一一倒入四个烧杯里面 事不宜迟 下面开始实验 好了 我们已经将盐水 已经分别倒入这四个烧杯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要将四只鸡蛋 放入这个盐水里面 看看它们的状态 调查人就说 只要它先将这几只鸡蛋 放入水里面 通过观察它们的变化 就可以轻松分辨 四只鸡蛋各自的新鲜度 好了 四只鸡蛋 已经完全放在四杯盐水里面 那我们现在仔细观察一下 它们有什么状态 首先我们看看 我右手边的这一杯鸡蛋 我们看到 咦 这只鸡蛋 是完全沉在水里面 是没有任何倾斜的状态 第二只鸡蛋的状态 是 看到它已经是 整个鸡蛋 是立了起身的 好了 那我们看看第三个鸡蛋 第三个 咦 我们看到它是浮了起身的 虽然它没有浮得很明显 但是我们看到它离 我们杯底的底部 是完全脱离了 好了 我们看到第四个鸡蛋 是什么状态 第四个鸡蛋 我们看到它稍微有 少少倾斜的状态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大概是45度左右 好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 哪一只鸡蛋是最新鲜 哪一只鸡蛋是不新鲜 我就告诉大家 第一次了 最新鲜的鸡蛋 其实就是第一个 而最不新鲜的鸡蛋 就是第三个 为什么呢 接下来的时间 一一为大家揭晓一下 鸡蛋内空气的多少 它定期浮力的不同 鸡蛋的蛋壳内 最明显的构造就是 蛋黄、蛋清和气塞 前面两个 大家自然都不会陌生 至于气塞 大家可以想一下 煮熟了鸡蛋 剥开之后 鸡蛋比较大的 那一头 就有一个被网 包裹着 充满空气的地方 这个就叫做气塞 鸡蛋的年龄不同 在水中的姿态不同 就是因为气塞的存在 一般鸡蛋的存放 时间越长 气塞就会越大 鸡蛋内的空气 也就会越多 虽然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方法 是仅限于在家里使用的 没有理由我出来买个鸡蛋 都带着一碗水 所以我们在以后 选择鸡蛋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 可以看得出这个鸡蛋 新不新鲜呢 可以拿起鸡蛋摇一摇 越新鲜的鸡蛋 内部就没有这个 液体放弄的感觉 如果摇一摇鸡蛋 感觉到内部 好像充满水感的 说明这个鸡蛋已经不新鲜 当然有条件的话 可以使用灯光法的 气塞的大小 还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气塞体积越大 鸡蛋就越不新鲜 不过浸沫水的鸡蛋 要及时食用 因为清洗鸡蛋 会破坏它的保护层 导致细菌和微生物 侵入版中 好了 今期的节目 是8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 亦是我们送礼活动的最后一天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丰厚的礼品 是送到哪个的幸运家庭 麻烦,有没有人? 麻烦,有没有人? 你好,我是生活调查团 你好,你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有,有 你好 你是怎么样称呼呢? 我姓廖 你好,廖小姐 那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好一个礼物了 所以你只要很简单的做了一步 就是回答我们的问题 那这个油就送给你了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来了哦 嗯,你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吗? 我是 是啊,那好 那下面这个问题一定难不到你 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的节目是什么时候播出的呢?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八点半 哇,好准确哦 好,那这个油 哎呀,好重 很有份量的油 就送给你了 谢谢 全饮苹果,茶着信港 耶 好了,今天的礼品已经送出去了 那我们八月份的送礼活动 已经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那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公共频道 多多支持生活调查团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